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对于那些他们的上司 对于他们的君主 对于他们的帝王 就是那所谓什么企大无调 功高盖主这之类的狗屁 政治算盈 都属于这个话题里边的 这个话题在中国两千多年 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 仅仅是因为当权者 仅仅是因为这些帝王君主们认为这些人 威胁到了他的地位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他们的才能 他们的性情 他们的忠心 他们的政治 一切优良品质都成了伤害他们本人的利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问 所以有没有办法能够弥补这个情况呢 确实有 也确实有过成功的先例 也确实在历史上有过非常多这方面的例子 比如说秦始皇在一统六国 在那场战争当中 他曾经派一个叫王俭的大将军去出师讨伐楚国 那么当时王俭他就在秦王面前 他要求他必须要有六十万大军 他才能够灭掉楚国 那么秦王英政就答应他了 秦始皇就答应他了 当时还不是秦始皇了 当时还是秦王英政 他就答应了给他的六十万大军 六十万大军差不多是相当于 基本上是把秦皇的军队都交给这个王俭统帅 那么王俭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王俭说 他就希望秦王英政能够把哪一哪块哪块哪块肥美的土地赏赐给他 哪个哪个哪个特别好的那个庄园赏赐给他 什么什么什么珍贵的这个珠宝赏赐给他 那个英政就又可气又可笑 他就说 你要是如果把楚国灭了这么大的功劳 你还用担心没有这些富贵吗 王俭说 那可不一样 他说 你现在答应我 你把这些东西赏给我的之后 那就是我的了 那如果我立了大功到那个时候 你们不肯给我那些赏赐怎么办 那秦王英政就大笑说 好好好 我给你那 就答应了那个王俭的那些要求 那么这个王俭带领大军出兵了之后 他走了一路 他就给这个秦王英政写了一路的报告 要求秦王英政那个兑现他给自己的承诺 把那庄园土地什么珠宝给自己 后来他走一路写了一路这样的报告 他身边替他起草那些报告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就说 大将军您不至于这样吧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掉价了一点呢 王俭带领对他身边的那些人说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秦国几乎所有的军队现在都在我手里掌握着 我要是说 我不用这种方式让大王对我放心 我们在前线这个仗怎么打 你告诉我怎么打 这叫什么 这叫自污 自己的自 侮辱自己的污 这叫自污 后来在楚汉相争的时候 萧和在后方替流邦管理国家 治理国家 供应那个大军在前线的这些粮草自重 然后建设国家 并且因为那个萧和塑形业妹 他本身又很能干 然后呢 他又非常勤奋工作 对工作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 所以这个萧和在整个汉国的土地上面 就威信很高 那么刘邦在前线一边打仗 他就一边了解 从萧和那给他押运粮草 到前线支援他的那些人 就问他们 就问他们萧和怎么样 那大家就 大家就 就实话是说了 就说这个萧和工作 怎么怎么能努力 完了 怎么怎么清廉 怎么怎么什么 然后他怎么怎么 那个在民间拥有崇高的威望 那大家都以为 在刘邦面前 他们当然想说实话 那也许是萧和本身 他的威望就这么高 人们就愿意替他说好话 谁都没想到刘邦心里边 是特别不舒服 我在前线打仗 你在后方威信那么高 我怎么办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面吗 那等到刘邦的这个 这种想法 这种态度 他总是要流露出来的嘛 结果只要他流露出来 一点点描头 萧和是什么人呢 萧和和其聪明的一个人呢 和其敏锐的一个人 萧和一听说刘邦流露出 有这样的什么流露 萧和马上开始 在整个大后往里 他马上开始摊上王法 开始抢夺民财 然后开始贪污 开始跟那个在官员当中 索要的一个贿赂 就干嘛 让流露放心 就是 我没有把自己的威信 弄得非常高 然后和您抢夺天下的意思 我没有威胁您天下的意思 您老人家放心 这叫什么 叫自污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豪爽大气 大名鼎鼎 功无不克 仗无不胜的蓝灵王 他也开始自污 但很快就开始 他无所惠 拘连财富 然后故意毁坏 故意弄脏自己的名声 抢夺民间的美女 酒色彩气 无所不为 然后他还拼命地找到自己的身体 他就希望赶快生病 就是 只要能够生病的话 他就可以不再领兵出征了 他领兵出征 他用一个凶猛的 仗不胜功不克的大将军 只要他领兵出征了 他就不愿意打败仗了 对吧 他就不愿意把自己的 一世英明都给毁掉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他就希望能够生病 生病完了之后 他还真的把自己的身体 给折腾出病来了 折腾出病来了之后 那就不看医生 不吃药 就在家等死 那家里人不愿意啊 家里人就说 生病的要赶快看病的 要赶快请医生 而且以我们家的这个地位和财富 可以给您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来给您看病 那赶快看呢 乃丽王说 不要做这一点事情 我死了 你们就安全了 他害怕 他害怕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恨祸 即便是这个样子 他还是没有躲过去 他的这个唐兄弟的皇帝这个高尾 就是派人给他送来的一碗毒药 送来的这一碗毒药 史书上记载说 蓝天王端着这个药碗 尝他的一声 我对皇帝忠心耿耿 怎么就要被毒死呢 那他的那个王妃姓郑 那那个郑王妃就哭着求他 说你去见见皇帝吗 你告诉皇帝你自己的那个忠心吗 那蓝天王又长叹了一声 其实笨脑袋都能想得出来 皇帝能不知道他的忠心吗 皇帝是不能让这么有才干 这么有威望的人活在自己身边 否则的话 怎么会可能把他给他送来这碗毒药呢 那你去见他 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对吧 所以蓝天王又 叹息了一声 说天然皇帝的脸面 皇帝的面 哪里是想见就能见的 喝了这碗毒酒死掉了 这件事情都发生在公元 573年 发生在公元573年 这一年 这一年距离高尾把他的北齐弄王国 还有不到四年之间 那么距离这个王国之军高尾被他的敌人 就是周五帝宇文庸以谋反罪赐死 还有不到五年之间 但是呢 对于高尾来说就四年多吧 这四年多的这个帝王生活他自己觉得过得非常值得 因为他整个是在一种富贵温柔风光伊犁当中 在一种充满的桃红色的浪漫气息 就是在这种伊犁风光浪漫气息当中度过了这几年 而这种伊犁风光浪漫气息就来自皇帝 和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的苏妃冯小莲 两个人之间非同凡响的这个爱情生活 高尾有过三个皇后 她有过三个皇后 第一个皇后就是那个狐绿皇后 狐绿皇后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个狐绿光的女儿 然后呢 随着那个狐绿家族灰飞烟灭 这个狐绿皇后就被废除 就大到人宫里头去了 然后第二位呢 是狐皇后 狐皇后是高尾邓武亲那个胡太后的亲戚 这个狐皇后最后被废除 是因为她把这个胡太后不知道怎么给惹着了 就是惹胡太后不高兴了 那么高尾显然是对这位狐皇后 没有什么感情 废除就废除了 然后她这个第二位皇后也被打进冷空里边了 她的第三位皇后叫木熙丽皇后 这个木熙丽皇后挺神的 这个木熙丽皇后 她原来是原来是胡绿皇后的侍女 她是一名侍女 就是一名普通的宫女 她的名字叫青霄 名字叫青霄 那么胡绿皇后被废除了之后 被打到冷空里 这个高尾就看上这个青霄了 然后她就把这个青霄给药过来 然后就成了就非常受她的宠爱 那等到那个胡太后 这个胡皇后也被废除了之后 这个高尾就把这个木熙丽皇后 就是把这个叫青霄的这个女孩 就给立成了皇后 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高尾为了给皇后做一条 做一条珍珠裙子 就全部用珍珠穿起来 做成的那个 做成的珍珠裙子 她曾经用三万匹锦采 那是非常昂贵的 这三万匹锦采 可能够十万个普通人家里面活一年 然后用三万匹锦采 到北齐到她的敌国去购买珍珠 就是为了要给这位青霄皇后 这个木熙丽皇后 制作了一个珍珠裙子 那么这个木皇后也真的是挺神的 你说她是侍女出身 那么然后又把皇帝的万千宠爱 都基于她一生的这个木皇后 她统领天下 那就是统领整个后宫 然后母仪天下的这位木皇后 她无论如何 她也没有想到 她自己的侍女 冯小莲 会从自己这儿 把皇帝几乎所有的宠爱都夺走了 就是在冥冥之中 有一种东西 你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是吧 这个木熙丽皇后 她本身是 狐狸皇后的侍女 然后狐狸皇后被打进冷宫了之后 她得宠 得宠完了之后成了皇后 成了皇后之后 然后她自己的侍女 又从她这儿把皇帝的所有的宠爱都拿走了 这个真的是 冥冥之中有一种挺叫人敬畏的一种力量 在那儿起作用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力量 我们也不愿意用这个什么报应这一类的词 那么如果当时 不管是这个木皇后 在自己的那个原来的女主人 原来的女主 这个狐狸皇后那儿 她是不是搞过鬼 我们都不去管她 如果去她搞过鬼 把皇帝的宠爱从狐狸皇后那儿夺到自己身上 那现在冯小莲不管她是不是搞过鬼 她从木皇后这儿把皇帝的宠爱给夺走 那人们就会说这是报应 是吧 那因为没有史书上面的这个 没有更多的资料 我们不能说这个话 那么按照史书上面这个记载 是什么情况呢 这大概情况的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冯小莲呢 长得非常漂亮 这好像是个基础条件 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她非常聪明会侠 会侠 就是那个特别善解人意 然后呢 特别能说一些很机灵的 很让人能够说到人心里去的那种话 开玩笑 聊天什么的 就是很会侠 会侠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人有一点他很厉害 他能够上午 他不光是能够上午 他最打动皇帝的地方 就是他的琵琶弹奏 弹奏水平非常高 可能已经按照今天的理解 可能已经达到了专业以上 就是那个十二级的这种段位 大家知道 鲜卑人最喜爱的乐器 就是琵琶 而这位高伟皇帝也是酷爱琵琶 而且他还做琵琶曲 他还做歌 做词 做曲 然后用琵琶来弹奏 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古代的文献 叫《严氏嘉训》 这个《严氏嘉训》的作者 《严氏推》就曾经记载过 当时要想在美齐混出市面 你就必须有两项最重要的技能 一项技能就是要会谈琵琶 第二项技能你就要懂鲜卑语 这个皇帝高伟他精通音律 而且他酷爱琵琶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气数 这真的是一种 好像就是有偏意一样 结果呢 这个高伟和冯小连两个人 金风一龙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从此这两个人 初则并马 路则同骑 叫做海事三盟再也没办法分离开了 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恨不得都腻在一起 于是这个冯小连就被封为冯淑妃 苏妃应该是当时皇帝后宫里边 一皇后三夫人 二十七四处八十一姬妾 制度当中的三夫人之一 就是仅次于皇后下边的这一姬 就是这个苏妃那个级别 后来到了唐以后又开始有了 那个贵妃的那个说法 完了这个贵妃就成了皇后之下的 这个三夫人 到后来又成了这个四夫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完了普通的妃子就比这个贵妃又降了一击 但是在当时 这个这个苏妃已经是这个三夫人之一了 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而且这个高伟一再发誓 就是他愿意今生今世 愿意和小连同生同死 并且他答应冯小连今后一定要策封这个小连做到后 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高伟没有食言了 这是后话我们以后会谈到的一点 那么到了公元五百七十六年 在实力对比上面长期处于下风的北州 那么以往在冬季来临的时候 每年都要靠开招河面的那个兵林堆到岸边 我们以前曾经想过 因为北州那边它是处于守势 所以只要冬天一来 他们就要把黄河河面的那个兵给刨下来 然后堆到那个岸边做成攻势 那你的这个军队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 你要爬过这个兵林就很费劲嘛 就是一种一种一种防御手段 那么用以此来防范那个北齐的进攻 那么现在呢 在北齐历代帝王 特别是在高战和高伟父子的那个长期经营之下 双方的这种实力对比和双方的这个攻守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意外 明显的意味 就是实力对比已经完全逆转了 所以当年进入到了十月份以后 大家知道那个时代的所谓十月份 其实是农历的十一月份 就是在北方的黄河岸边已经都开始结冰了 那么周五帝与文雍就在这一年的十月 也就是农历的今年现在的这个阳历的十一月 那么周五帝与文雍就亲自率领大军 去进攻北齐的晋州 北齐的晋州的治下是在今天的山西平阳 三西平阳今天就在今天三西的那个林芬的那个 西南西南的一带 宇文雍的意图是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进攻 晋阳的前进基地 大家知道晋阳就是今天的三西太原嘛 然后在林芬西南这一带建立一个前进基地 对于后来攻打这个山西太原 就是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或者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那么几乎在北齐大军出动的同时 这个高维在干嘛呢 这个高维也率领大军正在出动 他带领大军出动去哪呢 他是去距离那个晋阳 有一百七十里的一个天池 他像那个天池这个附近在进发 他到了一个天池去干嘛呢 他的目的是要在那举行一次盛大的皇家围猎 深秋出东正是猎物正肥的世界 皇家围猎在历史上一般来说 是有两个目的 一般来说很多皇家进行这种围猎 他们有确确实实有训练军队 协同作战的这个目的在 但是另外一个目的也实实在在的 有这种寻求刺激制造欢乐的因素在 所以历史上有众多酷爱狩猎的皇帝 就留下了无数的这种奇闻异事 同时也留下了更多人民 在这个皇家狩猎过程当中遭遇苦难的这种记录 所以很难说皇家的狩猎都是出于前一种 就是训练军队 协同作战的这个目的 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出于寻求刺激制造欢乐的这个目的 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高尾 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或者说如果说他最开始去围猎 还有训练军队协同作战的目的在的话 那么现在他就真的就是为了不但自己寻求刺激和制造欢乐 而且要为他心爱的苏妃冯小莲制造刺激 寻求刺激和制造欢乐 为什么这样说 有根据有道理吗 好我们下边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